就是他拿个羊肉片出来 他在前面背着包 他第一下往包里装备装进去 然后他就给放这了 然后出去看一下我们过没过来 他没人 然后他又拿这个羊肉片塞包后面了 他就是拿了羊肉片之后 又到这屋选择调料 就塞到他那个前面的包里了 他毕竟进来转了一大圈 要是最后啥都没结账 大家可能也会怀疑他 然后他就拿了一袋 人吃火锅的粘料 那个调料是五三九 他应该就差点侵害 就能凑一整顿火锅出来了 他这是也是用不正当的方式 6块钱吃了一顿火锅 报警了 我觉得吧 咱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咱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可以说出来 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 但是以这种不正当的方式 满足自己的利益 触犯法律的底线 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们是坚决杜绝的